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泽泽公布安太座金额高达33元 图翻设字脸书 泽泽的料理手账美到过年总 有勇者挑战按赞数换安太座的红包 人气部落 泽泽18日在脸书发文 表示要给太太新年红包 喊按赞数X6就是要给老婆的金额 限时38个小时 贴文 光后引发网友前来助阵 最后在活动截止前类超过5.4万赞 泽泽也信守承诺 今20日晒出汇款记录 而曝光惊呆大批网友直呼他是真男人 泽泽18日脸书粉专上发文 细数过去包红包安太座的过 表示去年忘记领新钞 跟老婆借了3600再转包回去 年老婆问泽泽会不会包红包给他 看重心意的 于是我包了600柱老婆大忍新年快乐 泽泽将33万分 两笔汇入太太的账户 图翻设字脸书泽泽的料 首账他今年突然有感而发 认为结婚6年都没有 老婆压岁前 所以今年特别举办安太座活动 从18到19日晚上11点59分为止 将一该篇文章的按赞数剩6的数字 包给老婆一个大红包 即赞活动昨19日深 结束泽泽公布最后结果 直到晚上11点半累积了5.4 赞他干脆以5.5万来计算 乘以6就是33万元 超大数目 包惊呆大批网友 不过泽泽还是信守承诺 分别二个户头汇款给太太 他还特别取用谐音 汇款201,314爱 一生仪式 131,499一生仪式 久久到老婆的私人户头 还另一半新年快乐 夫妻俩决定把爱分享出去 定捐赠孩子的书屋 图翻设字脸书泽泽的料理手 泽泽也解释 他和太太间的财务彼此独立 在即的活动开始后 太太还一直说太多了 并催促要动体早结束 但身为狮子做的他事情不能做一 更感谢前来相助的各路人马 让太太今年收到大红包 夫妻俩讨论后 也决定将爱心分送给别 打算无限期定额捐款 给慈善机构孩子的书屋 则透露 这笔33万大红包 是动用他的买菜钱 最后 也打去说2023年 你们只有泡面料理可以看咯 笑翻批网友 泽泽信守承诺的霸气行为 也获得网友 骗赞赏 赞赏老师真男人 下一本书是泽泽的泡 意想事件吗 这两组数字真的很用心 真男人中 真男人 整个1314倍闪瞎眼 言而有信 给赞 狮子做真 人 太做安得好 幸福快乐 没烦恼 真男人 泽泽 2023部 你喷喷了 只能怪喷喷的人 气爆棚啊 真的是帅 吊渣